第十題 十詠是天然氣是十詠 我畫給你看 這C是對的,我畫給你看 這是地板啊,我剛剛講得錯吧?我剛剛講錯了 這是地表 然後呢,樹木,今年累月,死掉之後都埋在地底 好,樹木在這邊 動物也可以啊,比如說我畫一隻老虎給你好了 可是樹木是變成煤炭嗎? 對啊,動植物都有啊,絕對啊 畫一隻老虎給你 對,這隻老虎 因為它死掉,會壓扁,會壓爛 然後在地底高壓之後,今年累月 它們就變成什麼? 它們就變成石油,煤礦 然後呢,這個上面是不是有空間? 對 這空間會怎麼樣?就會有氣體增發上去嗎? 變成什麼?天然氣,這樣聽懂嗎? 懂嗎? 你找人在想什麼? 因為它除了歪一瓦點 什麼? 蛤? 會啊 你沒看到那個什麼? 之前那個格達費 敘利亞,不是敘利亞,叫什麼? 利比亞 它不是說兩個人打仗,然後可能會打輸的 油田會搶走,它在幹嘛? 它就放一把火把它燒 然後以前那個柯威,跟伊拉克的戰爭的時候 伊拉克會打輸的時候,每次放一把火 把他們的油田燒,燒掉 就是怎麼樣? 油田會搶走 對,對不對 我就是不給你一個對的 我把它燒爛,我也不要給你 結果呢,美國要怎麼樣把那個火去掉? 怎麼這種? 因為那個火被燒起來,火要怎麼? 至少是用水,那個火很大耶 你知道美國怎麼做嗎? 它射老彈,用飛機開戰機射飛彈,炸那個油田 為什麼? 炸掉,把那旁邊的空氣填破的用光 然後火就洗掉了 就像那個,因為那個石油部隊也不見 這個? 欸,怎麼啦? 欸,怎麼啦? 石油也沒有啦 它本來就那麼多炸藥就長 對啊,以火滅火 好啦,所以是可以選的喔 注意,注意看 天然氣半都被壓成 亂講喔,天然氣只用氣體喔 亂講喔 透過管線,後者才是壓成液體 都在鋼筒當中 液化石油器才是壓成液體 都在鋼筒 天然氣不是喔 天然氣是用管線 老師,那如果氣體壓在裡面就會變氣體 蛤? 為什麼會變液體? 為什麼氣體壓在裡面就會變液體? 氣體一直壓一直壓一直壓 氣體的分子越來越接近就變成液體 那有很大的壓力 啊 而且你看一拍氣體已經晃掉,氣體沒有被你壓住 用一個鋼 鋼做的一種密閉容器 十一到十五 十五 有人問十五,我們一起看 假鈴在轉進分子四箱 反正都同分易購物 可以嗎? 欸,同分易購物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原因之外呢 排列的方式不同 同分易購物 結構的方式不一樣 看筆記 筆記有抄到 好,他排列的方式不一樣 同分易購物自己寫上去 十五題 怎麼了? 十一到十五有沒有? 十六到十 十一喔 沒有 十一題 聽內 聽內是指含有碳跟氫的 有養的都不行 哦,有養的都不行 對,只含有碳跟氫的 十一到十五有沒有? 十六到二十 十六到二十 沒有 二一到二五 二一到最後 二二 二二,來 把二二講完就下課 溫七四七 用物碗 當分子 什麼叫物碗 把物碗的分子撕告訴我 來,管內的方式叫做 Cn H2n 加2 物碗 物碗的話 要用多少帶進去 幫我算一下 預備 H7 加1 比 0 5 所以物碗多少 5 C5的話 H2幾個 十二 好,注意看喔 C5H12 拿去燃燒 有碳有兩三層 亂講 有碳有兩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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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好,幫我平衡一下 這邊是不是5 這邊是不是6 這邊是8 反應前中後寫起來 好,反應前中一撇後 他拿多少量的物碗 他拿多少量的物碗 72公斤 72公斤 乙汁的質量要變成乙汁的 520 好,要變成分子量 這邊要先算分子量 多少 72 這老字人超級好的 來,有沒有用公斤換功課的數 有沒有 有沒有用功課 我們都是用什麼 功課 所以72公斤等於72乘以10的三次方功課 到目前為止有聽到點頭 好,再來 換成莫爾數的話 除以分子量 除完之後是不是等於10的三次方 莫爾 然後完全用完 用到10的三次方莫爾 是不是會變成什麼都沒有 然後後來他是不是要問你 二氧化他增加了多少 二氧化他本來什麼都沒有 後來增加10的三次方的5倍 為什麼 因為氣數比 正比於 好,正比於莫爾數比 所以 這個時候 他就生成了5乘以10的三次方莫爾 到目前為止聽懂 聽懂 聽懂 再來 提問告訴我 一莫爾的 氣體分子 會含有22.4公升 那我今天產生了5乘以10的三次方莫爾 那會產生多少公升 你會不會算 很好嗎 很好嗎 就是x就等於什麼 22.4乘以5乘以10的三次方 這樣答案出來等於1.12乘以10的5次方 答案不會是公升 聽懂點頭 聽懂知道 聽懂知道 好像你會丟東西喔 中海就記警告喔 好,破壞上課的秩序 來,趕快寫起來 好了,我們下次上課再檢討5之2 發號2 但是你還是要定證 定證完明天早上還是要交給我 好 等於你會發一段功課 31、32的 好,請你好好地寫一寫 複習一下 來,要預防了 各位加油 上課上課這邊